最近中国女排内部传来一个运动员你退役的消息 就是中国女排的主攻守张长宁 江苏省市日前发布最新消息 透露今年他们省优秀运动员你退役的相关名单 张长宁就出现在名单中 因此看到这一份名单后 很多球迷难免浮想联翩 这是不是意味着张长宁接下来就要退役了 虽然媒体人科普提到张长宁只是为了不占据运动员的编制 接下来依旧可以为国争光 依旧可以出战中国女排的比赛 但实际上按照张长宁此前透露的人生规划来看 接下来巴黎奥运会之后 她很有可能会回归自己的家庭 还记得在此前回归中国女排之前 吴冠希和张长宁已经透露 他们想要备孕想要生娃组建三人家庭的想法 考虑到中国女排目前有八位主攻守候选人 接下来随着张长宁逐渐淡出赛场之后 后续中国女排有两大年轻主攻守 有机会上位接过张长宁和朱婷他们的班 除此之外 其他女排位置的情况也将发生变化 首先从中国女排此前公布的 25人奥运大名单可以看到 中国女排有八大主攻守 除了朱婷 张长宁和李盈盈之外 包括吴梦杰 庄宇珊这些年轻球员 也出现在里面 虽然目前领衔首发的基本上就是 朱婷 张长宁以及李盈盈这三大王牌主攻守 但将来女排的天下肯定是那些00后球员 尤其是吴梦杰和庄宇珊这两位00后的球员 天赋非常好 而且表现非常出色 在最近世界女排联赛已经证明他们的价值 因此后续随着张长宁这些大姐们 离开赛场之后 吴梦杰他们自然会接过接力棒 继续带领中国女排前行 可以说随着张长宁拟退役之后 对于庄宇珊这些年轻球员来说 是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希望他们能够好好把握 如果有机会征战巴黎奥运会 期待他们打出佳绩 征服教练组 将来才能成为中国女排真正的接班人 当然随着张 随着张长宁拟退役之后 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除了主攻的位置受到影响之外 接应的位置也会受到影响 在中国女排25人大名单出来之后 有些媒体人猜测 考虑到女排接应 替补人员的实力不行 后续教练组不排除 会让张长宁改打接应 帮助龚翔宇分担压力 一旦张长宁后续弹出赛场 离开国家队 接下来中国女排接应这个位置上 估计要出现危机 毕竟龚翔宇已经是三届奥运会的元老 打完巴黎奥运会后 也极有可能面临着退役的问题 在王萍带出来的这批老队员退役之后 其他年轻球员怎么样接过接力棒 无疑非常的重要 如今来看 还接应这个位置 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